案情指出,民間電台在2008年在行人專用區進行廣播 當時幾名嘉賓,包括民主黨的劉慧卿李永達 人民力量的黃毓民、陳偉業 即公民的李卓人,以及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說 他們被控非法廣播,罪名成立 各被罰款1000元,但他們都拒絕交罰款 民間電台主持人曾建成就說 政府拒絕開放大氣電波給民間電台廣播 認為檢控是不合理 他又說,司徒說曾經表明要為這宗案抗爭到底 所以必須要上訴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